其实这些啊 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情话 对 应该是共通的 咱们俩每个人 教各位一句情话好不好 情话 我那个前锋说情话 说得特别棒 因为前锋 你知道什么是说情话 还得是那种声音的浑厚 特别有男性的那种 特别的 特别的 前锋特别有那种感觉 对不对 你有闻到烧焦的味道 你脑子已经糊了 是不是因为你的脑子糊了 其实不是脑子在烧 是我的心在燃烧 我的心为你燃烧 想你的烟 我希望你人在我身边 情话 来吧 来我要出了 大正伟一看就不会说情话的 我会 我老说 老说就是说 拿了我的给我 吃了 吃了 我给他吐出来 好 来 就这句吧 就这句 就这句 吃了我的吐出来 我再咽下去 不是 不是 就这句 好 就是说那句 全世界都背叛你的时候 我愿意站在你的身后 去背叛全世界 哇 哎 因为你们知道男的跟女的说的情话 无非就是什么 什么命运啊 爱情啊 什么这些话 这其实是大方向 对对 你知道我这个人从小就是不怎么相信啊 命运啊爱情这样一个人 还有确实是这 对 那一天 啊 我情愿相信那些荒谬的逻辑都是真的 因为他根本就无法 用我知道的科学去解释 为什么每次我见到你的时候 都会脸红呢 哎呀 哎呀 他就属于那种 跟他妈还这么说话 每次这箭短都会脸红啊 妈妈说 你可不可以躲一点 对不对 他就属于那种闷骚型的 对对对 小聊骚 王德剑 主要是属于那种给女孩惊喜那种 主要是他以为女孩要走到什么 王德剑说偏不给你 然后当你头失落的时候 王德剑突然给你别的 你知道吧 让你觉得哇 可以啊 这就是高手 对 但是其实我还是觉得大张维老师那句是最好 就是吃了我的 给我吐出来是最好 哈哈 我以为吐出来再吃进去再吐出来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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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情话 这些情话 对 对瓜子吧 吃着一边吐一边吐 是这样啊 是 刚才我们三个人教的这个就是 时下最流行的恋爱秘籍了 真的吗 这是 连舞蹈年轻人 最流行的 人家比我们会的多多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 当然这个我们也是力所能及的是吗 是 电视机前的各位还没有女朋友的朋友们 希望你们学起来 如果你们学了之后呢 还是没有女朋友的话 那是应该的 那也很正常 我觉得 但是我倡导 男孩一定要跟女孩偶尔写点情书 说点情话 因为女孩有时候你给她买那东西吧 她其实时间长 她就需要那个感觉 其实就是女孩就是听觉动物 就是要那个感觉 你就给她嘛 对不对 其实 而往往你给别人表达完爱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个人也特别开心 真的就是这样 我觉得还是不错 想表达爱的就表达爱